前陣子要演音樂劇團釋出新作品 《勸勢三姊妹》的開頭曲 劇中角色劈頭就唸了一大串地址 並指控地址的主人拋家棋子 沒想到,在現實生活中 這個地址真的有助人,有民眾半夜去朝聖 甚至有人打電話罵他,讓屋主不堪其咬 但除此之外,引起更多爭議的是 影片歌詞裡驚人的台語髒話大串燒 許多人批評這首歌《下流無恥、沒水準》 竟然可以在國家級文化殿堂魏武銀演出 簡直是台灣文化摘退年輕人教育失敗的證明 當然,也有很多人抱持著不同的看法 例如髒話本來就是日常用語的一部分 作品只是如實呈現而已 有人認為藝術創作沒有什麼高低之分 有人分析,這些禮語的考究、運用 以及旋律搭配,其實非常專業 也有人認為,這只是一小片段而已 大家應該看完完整的表演才能評論 聽到這裡,你的看法又是什麼呢? 留言討論吧! 唉唷